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导通触发状态灯不亮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去排查问题 首先我们的导通状态指的是我们的地线夹子和我们枪头形成一个回路 导通状态灯它就会常亮 焊枪状态指的是我们的按钮开关 当我抠枪的时候焊枪状态灯它会常亮 我们如何去排查我们的导通和焊枪状态不良呢 首先第一个排查材料问题 当我夹子夹在材料上焊枪碰在材料上的时候 导通状态如果常亮证明我们的导通是正常的 当我们的夹子和枪头碰在材料上如果导通灯不亮 有可能是我们的材料绝缘或者说我们枪体和材料不导通 才会形成导通状态灯不亮 这是第一个排查 第二个排查我们的接线是否不亮 我们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我们的夹子和我们的DTE 端口位置是否连通的 如果是导通的情况下 我们的夹子和枪是形成一个毁入的 是一个导通的 第三个我们排查我们的板卡的短接 当如果说我们排查了线和材料之后 还是通状态灯不亮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把板卡上的导通一导通二直接短接 就是我们板卡位置DTE DTE 2直接短接 短接后我们的导通状态灯就会常亮 如果说没有常亮 有可能是我们的主板 导通位置端口烧了 这就是我们导通状态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触发状态 触发状态只是我们的焊枪状态 当我们抠枪的时候焊枪状态灯就会常亮 如果说我们抠枪时焊枪状态灯不亮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们的按钮坏了 还有一种也是我们把焊枪状态灯如果给它短接了 它如果说常亮 那证明我们主板是正常的 有可能就是按钮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